口罩在鼻子上 因為沒有用,要按鼻子上才有 今天你很有心幫忙派口罩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找到口罩 因為我自己都是周圍在找口罩 如果我自己有資源可以找到口罩 我都會做這件事 所以就出一點點力 你自己剩下多少存貨 很少而已,我一盒一盒 但現在相繼問了好多朋友 好多朋友的準備等寄到來香港才可以分給我 有啊,我沒有出街很久了 多久沒有出街? 我想我除了那天去買菜之外 過年到現在我想我三天沒有出街 然後買了一天送到今天我才出來 所以就很大眼很悶 又不可以做運動 又不可以做facial 就是吐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可以做到的什麼 就盡可以做 所以我們見到我今天 帶齊了所有 其實都不敢同 我還沒有跟家人說 因為如果我跟家人說 我怕我媽媽有家人擔心 所以都沒有跟她說的 現在很多很多的分享 視頻和訊息 都其實都是很容易制度恐慌 所以大家都要很理智地看清楚 不要嚇到 因為我剛剛來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那些人是搶水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搶水呢? 是不是沒有水呢? 是不是呢?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水都要搶 我沒有嚇到 沒有紙巾 我的紙巾又有嚇到 因為其實我剛剛快沒有 本來想買 誰知道我看到他們搶紙巾 那我就為什麼自己都要搶呢? 後來最後翻譯到 原來其實 那個倉裡還有很多紙巾的 所以不用怕 一會就完了 出開來了 那我就順便買些紙巾回去 那你覺得那些人製造恐慌很不對呢? 是這個時候這樣嗎? 我覺得現在已經 大家都是想齊心合力 對著可以殺死這個病魔 那我覺得如果再做恐慌 浪費了很多的驚恐 或者真的精神緊張 神經衰弱 我怕完了這個恐慌 接下來心理醫體 心理醫生 精神科醫生那些 又要個個追著去看 這樣